大家好,这里是坑的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皮质醇 皮质醇相信大家都有所耳闻,知道它是一种应激激素 也知道它对肌肉训练者来说没带来什么好作用 但是大多都是一知半解,或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所以我将这个话题带来和大家分享 希望通过这个系列视频,对皮质醇的功能,以及它与其他激素的关系 并它对运动健身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 并提供一些调节皮质醇的方法,能让大家弄个明白 首先说这皮质醇是什么 皮质醇是肾上腺皮质分泌的一种肋骨醇激素 它是一种应激激素 应激激素是指,在生理和心理受到压力时 由身体产生的一种化学物质 它的作用是帮助身体应对压力带来的刺激 例如在运动健身中训练给身体带来的压力 对于这种压力,尤其是对于那种认真对待训练的人 身体就需要额外提供别的物质和能量来应付压力刺激 让身体维持体内的稳态平衡 在应激状态下,皮质醇的分泌量就会增加 来增强生理和心理的应对能力 除了抗压以外,皮质醇还有抗炎症的作用 这就意味着它让身体在压力之下抑制免疫系统工作 减少炎症反应 关于这点,我会在后面的内容中结合健康与体型 给大家详细介绍 那么既然作为一种激素 我们就拿皮质醇和其他一些对运动健身 有积极作用的激素对比一下 看看它们的区别 在以前的视频中,我分别讲解了 搞同生长激素、胰岛素 所以大家应该知道 这三种激素被称为合成激素 因为它们具有促进身体组织建构的功能 所以对运动健身人群来说至关重要 这三种激素通过以下三种方式 对身体产生作用 第一,它们操纵酶的活性 第二,它们改变营养物质通过细胞壁的速度 第三,它们增加肌肉蛋白质的合成 我们再来看看皮质醇 皮质醇被称为分解激素 它与搞同生长激素和胰岛素的效果相反 它会分解组织 皮质醇对身体组织的作用也有三个 第一,减少肌肉蛋白质的合成 第二,促进蛋白质转化为葡萄糖 第三,阻止身体组织生长 不但在功能上相反 皮质醇还是前三种激素的对立激素 当皮质醇水平升高时 合成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抑制 这就意味着过高的皮质醇水平 对肌肉的恢复和生长产生一定影响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这就是皮质醇被运动健身人群诟病的主要原因 那我们来看一下皮质醇给你的体型和健康带来了什么 第一个不开心的事就是增加身体脂肪 皮质醇能够影响脂肪细胞中酶的活性 促进脂肪细胞内脂质的合成 这就意味着身体更容易将葡萄糖转化为脂肪 并将其储藏在脂肪细胞中 导致身体脂肪堆积 同时它还会抑制脂肪分解的过程 让脂肪无法有效的分解和利用 造成胰岛素抵抗 让更多的脂肪储存起来 更加夸张的是 高水平的皮质醇会改变脂肪在体内分配的位置 在脂肪那期视频中我讲过 脂肪会储存在身体的三个位置 内脏器官周围 皮下和肌肉中 皮质醇会让脂肪主要储存在 内脏器官周围 而不是皮下和肌肉中 这样不但影响了你的体型 还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 以及代谢类疾病的风险 还有一个间接影响就是 长期或慢性皮质醇升高 会增加你的食欲 让人因为渴望更多的高热量食物 促进脂肪的堆积 这就是为什么压力大的人容易吃得多 这是皮质醇带来的礼物 第二个让你不开心的事情 就是减少肌肉 在压力的情况下身体不能浪费能量 我讲过身体喜欢的能量来自于碳水滑物和脂肪 因此皮质醇就开始对蛋白质下手 皮质醇促进蛋白质分解 将其转换为糖分供身体使用 这种作用被称为糖一升 在糖一升的过程中 皮质醇对蛋白质的分解起到关键作用 当身体需要更多能量 例如在运动饥饿状态等相关压力下 皮质醇会增加肝脏和肾脏 糖一升的活性 促使肌肉组织分解蛋白质 将其转化为糖分 供身体使用 虽然糖一升对维持能量平衡起重要作用 但是它让你的肌肉分解了 你绝对不开心 第三个让你不开心的事情就是不开心 长期的高皮质醇水平会影响大脑的神经脊质平衡 抑制血清素和多巴胺的分泌 影响心情和情绪 它还会引起海马体的神经元损伤 影响记忆和学习能力 导致血糖上升和脂肪堆积 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造成骨质疏松 增加骨折的风险 抑制免疫系统的功能 减弱身体对病原体 以及来自外部威胁的应对能力 也就是免疫能力降低 从上所述我们会理解 为什么在大家的意想中 皮质醇不是一个好的技术 但是我们聪明的身体 干嘛非要安排这样的一个技术呢 皮质醇对运动健身以及健康的作用 就一无是处吗 肯定不是 那么在下期关于皮质醇的视频中 我会给大家介绍皮质醇的另外一面 通过对另外一面的了解 就会知道 它对运动健身以及健康 也是有积极作用的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 皮质醇是肾上腺皮质 分泌的一种肋骨醇激素 它的主要功能是抗压力 抗炎症 抑制免疫系统工作 皮质醇作为分解激素 它的作用和搞同生长激素 胰岛素正好相反 皮质醇导致身体脂肪堆积 油漆发生在内脏器官周围 这样既影响健康又影响体型 皮质醇分解蛋白质 不利于肌肉的恢复和生长 同时影响心情 情绪 记忆力 以及学习能力 这期我们将皮质醇 对生理和心理的影响 做了详细分析 下期我们将结合训练 讲讲皮质醇的特殊作用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